若白記 第十五至第十六章 提萬人以利法回答說 智慧人不會用這樣的空談答話 你不過是一個空話連篇的人 智慧人決不會說空話 這樣的話有什麼億寸呢? 難道你不怕上帝不敬為他嗎? 你的罪告訴你的口要說什麼? 你的話是出於狡詐 譴責你的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的口 你自己的嘴唇再作證指控你 你是世上第一個出生的人嗎? 在山嶺被造之前 你就出生了嗎? 你旁聽過上帝秘密的會議嗎? 你把智慧獨佔了嗎? 你所知道的 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你所明白的 有什麼是我們不明白的 我們這邊有年長百發的老人 他們比你的父親要年長得多 上帝給你的安慰太少了嗎? 他溫柔的話語還不救嗎? 是什麼奪走了你的理性 是什麼模糊了你的視線 使你轉移對抗上帝 如此口出惡然? 世人有可能純潔嗎? 女人所生的 有可能公義嗎? 看我 上帝連天使都不信任 就是諸天在他 看來也不完全純潔 何況是 學想邪惡的腐敗罪人呢? 他就更加不純潔了 你若願意聽 我就指示你 我要以自己的經驗回答你 這些經驗在智慧人的傳術中得到了印證 他們是從祖先那裡聽到同樣的事 早在外人到達這地之前 這地就刺激了他們 惡人一生飽受痛苦 經年的禍患為殘暴的人積存 恐慌的聲音在他們的耳朵湧湧直叫 就算在太平的日子 他們也懼怕毀滅者的攻擊 他們害怕被人謀殺 就不敢走進黑暗 他們四處漂流 說 那裡能找到餅呢? 他們知道滅亡的日子已經臨近 那黑暗的日子令他們驚恐 他們生活在危難和痛苦中 就像軍王準備打仗一樣 因為他們對上帝揮拳 挑釁全能者 又手持堅固的盾牌 公然反抗他 這寫惡人輕旺 身軀笨重 腰間團積肥肉 但他們的城鎮將要被毀 他們將住在被凋棄的 隨時都會倒塌的房屋裡 他們的腐竹不會長久 他們的財富不會長存 他們地上的產業也不再增多 他們逃脫不了黑暗 灼熱的太陽必酵照他們的亂之 上帝一呼氣就必毀滅他們 願他們不再靠虛幻的財富圓弄自己 控去將是他們唯一的回報 他們像樹在全盛時期被撼伏 枝條永不再清綠 他們像過早被摘去果實的葡萄藤 幼像未結果花裡就凋零的橄欖樹 因為不敬虔的人必不生育 他們因行潰而風雨的家園必被逢毀 他們懷了禍害生出邪惡 他們的子宮鏟下欺騙 第十六章 若白又說 這詩話我從前都聽過 你們的安慰是多麼糟糕我 你們空話連篇 不會住口嗎 是什麼使你們疊疊不憂呢 你們如果處於我的警方 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 我可以大肆批評 對你們搖頭 但換了是我 我就會鼓勵你們 盡力除去你們的悲傷 可是 我即便自我辯護 依然受苦 我就算閉口 痛苦也不會減輕 上帝我 你折磨我 摧毀了我的家庭 你使我受骨輪迅 好將要證明我犯了罪 我消瘦的身體 也作證指控我 上帝恨我 憤怒地撕裂我 他對我咬牙切齒 還用他的目光刺透我 人們是落嘲笑我 輕滅地打我的臉 一群暴徒聚集攻擊我 上帝把我交給罪人 把我丟在惡人的手中 我一向生活安寧 直到他激打我 他揪著我的撥紙 把我撕成碎塊 又把我當作他的靶子 現在他的弓箭手四面包圍我 他的箭毫不留情地刺透我 大地都被我的血浸透了 他一次又一次激垮我 將戰士一樣攻擊我 我身披粗麻布 表明我的悲哀 我的驕傲 淹沒在塵土當中 我哭得眼睛發紅 眼圈發核 但我並沒有作惡 我的討告也是純潔的 大地我 不要遮蓋我的血 讓他為我大聲呼喊 即使是現在 我的見證人仍在天上 我的辯護者在天的高處 我的朋友嘲笑我 但我在上帝面前不住流淚 我需要有人來調解我和上帝的關係 就像在朋友之間調解那樣 因為我很快就要走上那條路 一去不復反了